被降2024民众党也打算大举争裁 最近在人力银行招兵买马向外界招手 其中文宣部副主任的月薪上看7万元 发言人的月薪也有4万以上 但必须要精通英文 还要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而目前还在访美的主席柯文哲 除了录制招募影片之外 也不排除担任面试的最后一官大魔王 亲自挑选人才 你做很抗忠宝台没有做准备事 柯文哲防美席15号来到哈佛大学 举办座谈会 尤其年轻人对他很有兴趣 柯文哲更大谈自己的国防战略 民众党的主张就是不求战不畏战 那我们觉得民进党常常是求战 那国民党是畏战 但想兑现支票得先选上总统 民众党备战2024大选 近期扩大向外真才 特别强化空战能力 广真包含发言人文宣部人员 预计要招募数十人 而党主席柯文哲 不只会亲自跨海录制真才影片 还不排除举办公开决选 由柯文哲担任 最后一道关卡的面试主考官 你如果用原来的话 我现在直接告诉你 就没救 所以你一定要创新 坦白跟你讲 我还正在想 创新策略才能出奇制胜 而点开民众党真才内容 其中文宣部副主任薪资上看7万 节目组组长月薪也有6万 而党部门面话中 10发言人起薪则从4万起跳 更得精通英文 还有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条件要求不低 但应征情况很踊跃 已经收到了十多份的履历 最重要的是认同柯文哲主席 与民众党的理念 并且有一起奋斗的勇气跟决心 民众党过去就曾多次举办 海选找人才创造话题 为了2024大选 再透过人力银行 招兵买马 先壮大 后备能量 记得画面逢后 与Table斗